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子,我不想断情 我的情才刚刚萌芽 记张一星之后再报新恋情 作为90后花旦之一 杨子的关注度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特别是关于他感情方面的问题 一直都是网友们感兴趣的 毕竟这么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竟然没有异性好友 因为那些和他合作过的男演员都不把他当女生看 这可急坏了粉丝啊 杨子能混成这个样子 也是凭借自己平常搞怪的实力啊 所以他身边基本上没什么可以传绯闻的对象 但在前段时间杨子竟然自己爆出了自己的感情状态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都知道杨子的热度一直都很高 所以经常会有综艺节目邀请他 在前不久杨子就被蒙探探探案这档综艺邀请 根据节目要求他们需要饰演新白娘子传其中人物的形象 其中杨子在里面饰演白夭夭 他们需要完成导演组给出的任务 其中有一个任务是NPC扮演的孟婆 旁边有一个装着忘情水的大锅 出于综艺效果 杨迪提议大家都喝一点 而杨子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让大家都产生了疑惑 杨子说 我不想断情 我的情才刚刚萌芽 这句话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连后期组都给他们几个配上了问号 杨子这是暴露自己的感情状态了吗 他又有心恋情了吗 要知道杨子身边一直没什么可疑的男性 上次传绯闻还是和努力男孩张艺兴 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娱乐账号 爆出4条大瓜姓的新闻 但网友们都没当回事 但随着前3条都已经被证实 比如郑某Q杨 华晨宇和张碧晨有孩子 还有冯绍峰和赵丽颖离婚 那最后一条自然就是张艺兴杨子在一起了 前3条成为真的了 所以最后一条可信度瞬间提升 他们俩一起参加向往的生活时 节目组又爆出花絮 杨子和张艺兴穿着同款羽衣 在那里聊天看起来非常开心 这不禁让人想到难道他们俩真的谈了吗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期待这一期 在节目里他们俩上去打招呼的方式就很劲爆 张艺兴直接说你好啊 非文女友 给杨子都整萌了 接着他们俩又穿了同款睡衣 这下更党不加网友们的吃瓜欲了 虽然张艺兴和杨子工作室已经辟谣了 但在娱乐圈中前脚辟谣后脚又官宣的大有人在 辟谣根本党不加吃瓜群众的心 现在随着杨子和张艺兴不再有什么互动了 所以非文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92年出生的杨子年纪也不小了 虽然网友们都很想让他和张艺兴在一起 但张艺兴也说他们俩就是哥们 杨子在之前也谈过男朋友 但都是无疾而终 在2016年的时候 杨子恋情曝光 男友名叫贺鹏 和杨子是一届 不同于杨子的演艺圈 他学习的相声戏剧专业 后面又有人说杨子谈的是富二代 但随着杨子在金星秀中说自己确实是在大学中有过一段恋情 但他家就是小康家庭 并没有网友说的那么夸张 递随着俩人的事业不同 渐渐的也就分手了 接下来就是杨子和秦俊杰的恋情了 这个想必网友们都知道 俩人因为青云志而结缘 并且传出了绯闻 在2017年情人节的时候 俩人公布了恋情 在之后就一直秀安爱 让网友们吃了很多的狗粮 只可惜这段恋情在最后也是不及而终 俩人和平分手 便为了朋友 虽然很多网友都觉得遗憾 但还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随着这段恋情的告终 杨子的感情一直属于空窗期 所以他在节目上说自己的感情刚刚萌芽 这让网友们不仅想到了 他是不是有新的感情了 因为他在参加完这档节目后 因为私人行程直接就走了 没参与接下来的活动 现在杨子的年龄已经不算小了 如果真的有了新恋情 想必网友们也是祝福他的 希望杨子早日打破好兄弟的魔咒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